孔子不說 莊子不說 孫子不浪說 老子無處說 老楊可以說 老楊到處說 空曠了北極 我們在你大聲地呼喊 哎喲媽呀 我來了 這個話題是什麼呢 荷蘭原陽有四個兒童 被挖掘機 被活埋 這個案子是不是打聲裝 打架的打 生命的聲 裝腳的裝 荷蘭四個兒童被埋這個案子 現在沸沸揚揚 屍體被挖成兩半 施工車輛違規作業 那麼這事情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這是在現代社會 四個孩子活生生地被埋著 結果被家長發現 被大家發現 記者到現場去 還被打 這四個孩子 從六歲到十歲 分別來自三個家庭 發生這樣的慘案 真是令人痛心 這個案件發生之後 當然當地的公安局 也採取了很多措施 並且對外表示 這些人已經 涉案的人已經被刑置拘留 進行徹底的調查 我留意的這個案子 我相信這樣案子 在中國很多了 我們只是不知道而已 我留意這個案件 不是記者去採訪被打 手機被沒收 所有東西被清盤 我留意的是 這樣一個兒童無端端的失蹤 而且被砸死 跟我們傳統的二俗打聲莊 是不是有些什麼關係呢 我們知道在古代的中國 曾經有這樣一種習俗 建橋之前 要活捉一對童男育女 童男育女 分別埋在橋頭橋尾的橋墩之內 據說這樣既能保證公期平安 還會使這兩個孩子 成為這座橋的守護神 據說這個打聲莊是魯班提出來的 但我想這是對魯班是一個褻毒 天曉得這是文字上的記載 口傳的歷史 這個說法對魯班不一定太公平 因為魯班的道家也是個大蝦 也是個道將 所以為什麼在民間習俗叫做魯班打聲莊 因為古代據說講究的是風水 那因為每一次的動土 都有可能破壞當地的風水 會招來壞事 會惹禍 那麼為了扭轉這個風水局面 就必須要打聲莊 據說秦朝在修建萬里長城的時候 民間就有打聲莊的這一個習俗 也就是秦朝的王官吏 要把修建長城的工人 活埋在長城下獻祭 這個跟秦始王修秦陵 跟歷代帝王修他的陵墓的時候 會活埋殉葬 這個是不是一樣的呢 我們不敢說也許是 據說孟江里的那個丈夫 叫做范己良 就是被活埋在長城底下祭祀的 所以漢末有個才子 他名字叫成林 成林在銀馬長城枯行 銀馬長城枯行中寫了一句話 君獨不見長城下 死人骇骨相撐住 三十年代廣東軍華陳濟堂 據說在海珠橋 也就今天還在的那座海珠橋 在興建的過程中 在打莊 橋墩打莊的時候 這個陳濟堂當時治理 廣東的這個軍閥 以及這個修建的海珠橋這個軍閥 他聽了一個方式的建議 把一對童男玉女灌醉以後 綁在莊象 然後沉入江底 這個當時的報刊雜誌 也有很多的報道 香港一些二戰之前的建築 也流傳著打聲莊這樣的傳說 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跟內地很多地方說長矛來了一樣 我下鄉的地方不是說長矛 是說胡連來了 可是胡連撤退的時候 經過五平 所以大家流傳的 一講到胡連來了 我們的孩子都不敢哭 那麼香港的家長都會用打聲莊 來嚇唬一些不聽話的孩子 聽說也是行之有效 那麼到香港在2006年 也曾經發生過這樣一個案件 有一句六歲到七歲沒有投失去雙掌 以及錢幣的側樓的小童的屍體 被發現捆綁在青山 也就是屯門青山發電廠 深出海岸七十米 蘇梅管道的橋墩的海底鐵柱下 青山發電廠這是李嘉誠一個物業 那麼這個時候在屯門青山發電廠 蘇梅帶伸到海岸的那個橋墩的鐵柱底下 發現的時候這屍體已經發脹 警方接到以後大為緊張 發現這個銅屍身體沒有太多的傷痕 但是腰纏麻繩捆移橋墩的肚柱子這個結 這是死結 認為這個案件很可疑 交給重案主調查 這個案件到今天還沒有破 成了香港治安史上一個詭異的懸案 我這時候是不是胡想連篇不知道 但是呢 荷蘭這四個兒童在建築工地不見了 被害了 被砸成屍體結成兩半腰斬 那麼雖然都查出來了 這個呢 是不是跟我們傳統習俗的打聲莊有關 我想呢 這個聯想不一定是沒有道理 但聽起來真的是毛骨悚難 我們知道打聲莊 在中國的建築史上 但凡學習和研究過建築史的人都知道 這是一個最黑暗最醜陋的習俗 這個習俗 至古至今 從古到今 一直延續的現代 我們說的嶺南這一代 包括殖民地或者國際大都市的香港 都還有過類似的案件發生和出現 我想它的最黑暗最醜陋 而且傳統習俗這個定義 這個定義是一定是 一定是 第二 打聲莊是不是跟魯班有關 我們不敢妄論 也希望沒有跟魯班沒有瓜葛 但是我認為這種打聲莊 跟中國古代的巫術 以及中國一直延續到 明朝清前期的殉葬制度是有關係的 這有代歷史學家 考古學家來進一步的挖掘和研究發現 第三 近現代如嶺南 廣州 如香港 都發生過這樣的悲劇 可見這樣的悲劇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 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被徹底的去除 第四 四個荷蘭圓洋的小童的禪死 是不是跟打聲莊有關 不是憑空想像 但是能不能成為追查這個案件的 思考的一個思路呢 我覺得是可以的 這個不排除這個可能 聽起來真的是毛骨悚難 不可思議 但是在今天 在很多未開發 欠開發 欠文明 是法治 是文明 是敬畏為遏獨物的地方 傳統的二俗 能難在大行其道 能難在無法無天之下 刺意妄為 刺意妄為 不僅是天子剿下的北京 不是公安部 連這樣一個偏遠地方 也都會有可能出現這樣的事 我認為這也是事實 那好了 四個荷蘭的小童 無端失蹤 無端蠶死 又是發生在工地上 建築工地上 是不是跟這樣一個傳統的最黑暗的 最醜陋的二俗 有邏輯關係 或有必然的聯繫 我們留待大陸的公安部門去追查 但是這你要警告 或者給大家一個提醒 看好你身邊的孩子 別讓他們成為 後現代或者現代社會 傳統習俗 大行其道的祭品 老楊可以說 老楊到處說 今天談論一下打聲莊的惡邪 就到這兒 奔訊 製血 אל 研討 降horn 5 Dash 坐 開 壁 SU 感谢观看